未来的北京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经过一场超大规模的改造工程 整个城市被划分成三层 当其中一层的居民享受着日光或者夜晚 另外两层的空间就会反转 道路和建筑物会暂时摘摘起来 只有上流社会可以住在北京第一层 有五百万人可以享有无比的特权 第二层就是中产白岭 每天都在找生存的意义 住在土地最底层的人就只能负责为垃圾加工 这五千万人面对的是恒狗的贫困 以上充满着灰暗和无力感的世界 就是80后小说家确警方不下的未来 他的著作《北京接蝶》 为他赢得国际科幻文坛最高的殊榮 第七十世纪与果掌中短篇小说奖 成为继著名作家刘慈欣以三体得奖之后 中国作家第二人 赢了国际奖项也打开了国际市场 北京接蝶的电影版权被美国导演收购 到了最近终于传出电影即将开拍的好消息 相信很快全世界的观众都可以在大银幕 体会他的想象空间 即使北京接蝶展露的是对未来世界的恐惧 现实生活中 确警方却是一位积极塑造未来的人物 他是新世代信赖知识的代表 同时也是推动中国教育变革的重要名字 本身拥有清华大学天体物理学碩士 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确警方除了创作了多部文学小说 也都特别关注幼儿学习和家长教育 他在2017年成立社会企业同行学院 以商业运作模式 透过互联网和手机应用程式 为全国3至12岁的小朋友 提供科学、人民和艺术科程 同时又举行公益活动 在贵州、河北等等多个山区贫困地区 成立临时教室 为基层家庭儿童提供教育 开发教材以及培训当地教师 目前同行书院在国内越来越多的地点开设教室 将知识带到不同的乡镇 也都成功吸引到多家国内知名创投基金出资支持 形成一股推动普及教育的新力量 确警方在雨果掌颁奖礼上曾经说过 我不知道真正的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希望真正的未来 比我故事写得更加光明 雨果掌可能是科学小说家的最高峰 但在确警方来说 应该是他贡献未来世界的起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